好,今天分享一下子說 假設你今天家裡已經有是雙切的一個開關 我們怎麼用單火的智能開關去做到雙切的一個行為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現在這個線路是我們很常見的一般雙切的一個開關 像以這種case來講,其實這邊如果這邊切下去 那其實這個燈泡就會熄滅 那同時在另外一邊如果它也切下去 它這時候燈泡就會打開 所以這種case就是一個一般家裡常見的一些雙切的一些電路 好,那以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麼去利用單火去做雙切的行為 好,基本上這樣子的線路的話 單火看你是要裝在右邊或者左邊其實都可以 那我們先以右邊為主好了 以右邊的話,那我們變成是說 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去把這個開關拿掉 那我們就會在這邊去加上一個單火的智能開關 所以L的部分我們就會接到火線 那L1的部分我們就會接到一個電燈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挑一條線來用 所以挑一條線來用之後,基本上這條線我們就不要動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開關 基本上這邊就不能去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這條就沒有所謂的回路 如果這一條沒有回路的話 這條沒有回路的話,它其實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不會作用了 好,所以就變成是說 所以就變成是說 那以這樣子的狀況下的話 就變成說 只要這兩邊同步 做同步的動作 那就可以達到雙切的一個行為 好,這是一種狀況 那還有另外一種狀況 還有另外一種狀況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的線路不是長這個樣子 還有長其他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以我們 以我們 還有另外一種線路是 它可能是在 雖然說這邊做了雙切 其實這邊還是有一個電燈 我先把這個自然開關擦掉 所以這邊還是有一個電燈 然後 回台 剛剛的部分是這樣子 這邊其實還是有一個電燈 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 這沒有畫好 沒關係 它就拉到這邊來 以這種case 以這種case來看的話 其實 在我們的右手邊 還是有另外一個電燈 那 基本上右手邊 左手邊 左邊的電燈是雙切 右手邊是直接 一般的開關 那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開關 來幫助右邊的無線 無線開關 有一個 有一個回路 好 那怎麼做呢 我先把這邊先插掉 這樣子一個開關之後 一樣我們的LO LO的部分會接到 所謂的火線 所以這邊就可以 就可以接上火線 那下面這個 就可以不用 那L1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 一樣就是 接到原本的這一個 右邊這個開關 所以L1接到這個部分 好 以這種情況下 基本上L1就可以 讓這個無線 讓這個 讓這個智能開關 供 供給足夠的 電流 所以讓它能夠有無線 讓它能夠作用 那L2呢 L2我們就會去接這條線 接給剛剛這條線 以這種情況下 那我們就可以 一樣是可以用一個單火 單火的開關 把這邊去自換掉 因為基本上 這邊就會有一個 火線的一個電源過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換掉 好 那這邊怎麼接呢 一樣L1的部分 我們會接 接我們的電燈 那L的部分 我們就接 右手邊這邊的L2 那基本上 基本上這邊會給它一個 這個回路是可以通的 所以造成說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可以作用的一個智能開關 那同時這個L L也會經過L2 給它一個 通的一個電流 好 所以基本上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也是可以作用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你就可以在兩邊 都放下 所謂的靈活的智能開關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出去做同步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達到 雙切的一個行為 好 以上就是不同的 電路有不同的 雙切的一個做法